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为了隐藏话筒用的 一个老师一年前 我要不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实际上他在是大家伙的老师之前 先是我们电视台的老师 我们来北京开会 我还记得你慷慨陈词 没想到后来老师一上墓前 那比我们活的太多了 我们哪赶得上 这个姜还是老师的了 还是老师的了 你知道现在能活到什么程度 这书卖一百多万不说 就是你比如说 我们有一同事去那个书店 联了点什么事 这书店的人就说 哎呀我们没空 我们没空 我们今天下午就办一件事 知道谁要来吗 说鱼丹要来了 这是火了这程度 你只看穿着衣服 都表明你最近运气走火 最近啊 最近有点身不由己了 主要是我觉得离电视这个行 离专业已经太远了 所以正在寻思里要回归了 人家都说一中天是学术超男嘛 说他是学术超女 你觉得这是好词吗 文涛 我觉得你是个超级女性 还真的 余老师 她身上啊 有我所具有的 不是有我所不具有的 她身上 我觉得有我对一般女人看法大变 她第一个啊 她有气 都浩然之气 一般女人都没气 一般女人不会像她这样 你知道她一说出来 这引经据典 这个唐诗诵词哇啦哇啦哇啦 就是一字都不差的呀 你怎么知道不差呀 也有差的 有差的 你听不出来就是了 这就是气的作用 气就是使得差的 人家听不出来 徐老师点听我认为比较到位 你稍微有点言过气 是吧 所以今天为什么请余老师来讲这个 我真是想讲一讲咱们节目的宗旨 就学论语啊 就是三言行必由我诗言 杀人行 杀人吗 必由我诗啊 你觉得下边还有两句什么 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对 你基本上把我当成那个不善者 然后我把徐老师当成善者 哎呦 我猜你就得这么说 对 我们最近那个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开会 有一帮顶尖学者 就我们这个学科里面 哈佛啊 北大啊 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一批学者 吃饭的时候 无端端的就讲起余丹来了 没错 还不知道怎么就讲起余丹了 然后呢 这个我 这个告诉你实情哈 一片嫉妒声音 为什么呢 大家都在说 结果这些顶尖学者 每个人把自己的应数拿出来啊 都不过是七千啦 一万啦 然后他们说扎剑英那个八十年代访谈啊 嗯 说那么畅销 其实也就是三四万 所以呢 一桌人加起来还不抵他一本书 你想那一群学者的这个这个 我杀了他的心理 结果呢 就结果有一个学者呢 就想出一个一句话 一下子平息了大家的愤怒 就是说 人家这是娱乐业 咱这个是学术 意思是说一到娱乐业呢 大家很多人心里就就通了 只有我一个人心里还不通 因为我也堕落娱乐业好几年了 销路还是七千呢 哎 你这不是攻击我们凤凰卫视 不是中央台吗 哈哈哈哈 其实呢 徐老师说这个哈 我觉得是是很自然的 就是为什么会有现在的现象 嗯 我想起一个故事来 嗯 知道中国神医 华佗你肯定知道哈 还有扁鹊 对对吧 扁鹊 号称也是名动天下啊 有一回魏文王找他 问他说我听说你们家哥仨都学医 说你那俩兄弟怎么样啊 然后他想都不想 应声而打 说我们弟兄三个人里啊 以我大哥医术最高 我二哥其次 我医术最不怎么样 嗯 然后魏文王说呢 他们俩为什么没你名气大呀 他说 扁鹊上了百家讲坛了 扁鹊 扁鹊 告诉魏文王啊 就跟一个人悄悄说的 嗯 他说我大哥呢 是可以防患于未然 你没得病 一看你气色给你调好了 哦 所以呢 一方一学 被人认为不会治病 一点名气没有 嗯 他说我二哥属于会治小病 就是病初起之时拿药给你控制了 你还没到非典呢 刚开始咳嗽感冒就好了 扁鹊在萌芽状态 对 所以他说他呢 被人认为呢 治那种很轻的病 所以明止于乡里 嗯 他说我呢 最没出血 我只能让这一个人病入高荒 奄奄一息 然后我下虎狼之药 起死回生 所以天底下认为我是神医 但是想想呢 说像我大哥那么治病呢 这人元气丝毫不伤 像我二哥呢 就是元气稍一破损就找不回来了 他说像我这样吧 命捞回来了 你这元气就大伤过半 这就是扁鹊都会说话呀 就每个人在世界上啊 都有他的作用 我跟你说 徐老师你说的这种现象 我不见得就想起前一阵说那德国汉学家那个顾斌 虽然是说他说过头话 但是呢也是有感而发 说你们中国知识分子 我当然不是说你们中国知识分子 不不不 中国作家 作家 他指的也是 又胆小 又互相瞧不起对方 互相蔑视对方 对 所以说我为什么想啊 我跟你说最近有个事儿 也有一个上电视的学者李敖 李敖有话说吗 就不做了 最后我听他最后 李敖现在不做了 不做了 最后说 没话说了吧 也有可能 见好就收 是吧 给大家说再见 但是你知道我呀 我就在凤凰宽屏上看他这个东西 我看他说完之后 我就跟他说 我老师啊 老师啊 我就想起当时啊 这个董奇昌啊 在黄公旺的这个画里 写着武师乎 武师乎 我的老师啊 我的老师啊 我跟你说为什么 我并不是他的信徒 甚至我不见得同意他的很多观点 但是他是我看的最多的电视节目 比如看我的节目都多 这说明我对 你看电视对我来说 不是个娱乐工具 不是个消遣的 看就像百家讲坛了 他对我是个教育工具 我是就跟上课似的 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知道很多人讨厌他 很多人不喜欢他 但是我就是说啊 这个这个 那都是瞎单公虎 都跟我没关系 因为对我来说 一个70岁的老人 曾经沧桑离乱 对吧 写了100本书 被查进96本 对 还坐过牢 咱还说句流氓话 这戏国也戏得不错 找的姑娘也漂亮 那么这样一个人 他说一些他的体会 总是对我有教义的吧 你不同意的 你可以不同意 然后或者有人说他啰嗦 他70岁的啰嗦 或者他怎么着 但是择其善者而从之 对 对吗 而且我现在觉得 你都有时候你都想不到 你跟一个老师 你跟他学的东西是他想不到的 对 比方说 李敖 我跟你讲 他创了一种电视节目的体 现在你们的电视学者不都说吗 说中国原创的电视节目 没一个火的 但是李敖这种体 就组织多种材料 准直播的状态 自己一而对的镜头 没有现场观众 还性情必现 有声有色 我跟你讲 我们主持人都做不到的 达不到这个 大概这位于丹老师行 你那个下面还是有听众的吗 有听众 其实我觉得文涛说的 李敖老师就这个现象 就跟你刚才说的那个气 挺有关系的 其实我们传播学上 还真有一个统计 说人呢 用语言能传递的语言信息 就占百分之三十八 剩下那百分之六十二 叫副语言系统 就是一个人的气场 就是你的手势 姿态 这个说话的 是吧 其实李敖老师 你就觉得这个人身上 首先有财气 财气逼人 第二呢 他有真气 就是你觉得他真气浩荡 这人说的都是真话 另外呢 李敖老师还有那么一两分邪气 邪气 这是一般的上电视说话的人身上没有 你讲这个 我特别 我跟你说 他讲这个 我特别有感受 我跟你讲 我在近几年来 我有两个老师 虽然他们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 就是还有一个是个和尚 净空法师 他出那个VCD 你老看 这算老师吗 就是你不对 但是你看 我仍然 我不是个佛教 我不是佛教徒 我不是信徒 我跟你讲 至少一点 他有一种中国古代和尚讲经的传统 你知道怎么讲吗 没有稿子的 没有稿子 照他的理论 就是说佛菩萨保佑 我在这就对着镜头 哇 这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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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的 他提到一个词 佛教里讲经 就类似你说 叫什么呢 叫射受力 讲的好的人 就射住 我把你全场观众 有时候咱听领导人讲话 就会感觉 一个人 咱叫气场 还是磁场 能射住你 你看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 一挥手 一挥手 这话不能多说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好 余老师好像是对和尚 也很感兴趣 他说我们枪枪三人行 节目录完了 他可以拿去做真红广告 不面向和尚 不面向和尚 对 你不能这个 你看这个就是媒体 比较恶劣的 就是这样任意阻击 给你挖坑 给你挖坑 好 你到底想说什么 其实你说的这个 这个奖经啊 奖经是什么感觉啊 其实什么叫 佛祖年花 家业微笑 实际上是行不言之教 就是他就是个物 所以其实呢 这个真正佛家的那个寄语啊 就给你一句话 你自己去体会去吧 嗯嗯嗯 所以什么叫千江有水 千江月 万里无云万里心 就是你心中有牵挂 你的心就像是千江水 到处随着月色 你心中都有这件事映出来 嗯 但是你心中无牵挂 你就是万里天 你就浩浩荡荡的 一丝云彩都没有 所以能不能够懂 就是蔫花微笑之间那一点感悟 也就是说 教主啊 我可找到你了 奖经啊 我跟你说 一定不是从外在灌输的 是从心里唤醒的 所以你说佛家这个词觉悟啊 觉字头看见的见 竖心五 觉悟就是见我心 自己心里明白了 绝不是外面讲的 我也就说 不容易的 你为什么我就说李敖 你别的学者没试过 就是说徐老师有体会 有现场观众和没有现场观众 你哪怕你找郭德纲来 俩说相声的 没有现场观众 就对于摄像机 你们俩说吧 你不知道他的反应 你这个气场不接通了 那文道叫我带他的网络天下 我最不愿意了 就是我对这个镜头 就没法说话 有你讲课学生在下面 这非常重要 可是像李敖这样 就是镜头是吧 就是镜头 下面没人的 没有没有 就是这 我能体会 我对着镜头 也行 就有状态 你知道中国古人石涛画画 讲究什么 我写词指时 新入春江水 江花随我开 江水随我起 你自己一看就有了 中国古代 那个教画画 教徒弟都怎么着 就是人家也不画蛋 也不讲透视关系 就是找一败赌 就是一破墙 然后张素娟一骑上 就是一白娟 往那一挂 然后就在那熟视良久 看着 然后看得千山万鹤 从胸中奔涌而出 哗一写声 把心里的画 给直接搬纸上 就完了 所以其实我估计 李敖老师就是谁 就对着一个镜头 话是如此 中国古人说的音乐 一个人弹琴 叫抚琴动操 欲令众山皆响 千山万鹤 你这个幕后头 觉得全是眼睛 都是观众 一下感觉就找到了 对 你像鸡康是临行前临死前 一曲广陵伞 守惠武贤目送贵宏 凯然负死 咱俩这是干嘛呢 我觉得 你像左山雕 不是我像左山雕 我当然得像杨子荣 你是有杨子荣的浩然之气 是吧 我从小时 我觉得是像水仙子 他看着下面 看着镜头 就是看到自己 你知道水仙子吧 他看最后他跳下去的 就是这种 他看着镜头 想象后面的 你说他想象后面有无数的观众 我觉得还不够 就是想象后面是自己 就是像对镜一样 对镜子一样 所以说我就觉得 就是还不光是这些 这些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你比如像李敖像这种 我揣摩着 我也能做得到 但是呢 读书没有人家多 就像余丹老师 这出口成章的 那么多知识 所以我是觉得 就现在的人 特别容易瞧不起别人 蔑视别人 你比如说 举个例子 我听电影界的讲 好多人很不满 就是现在很多大导演 当年拍某个电影 为什么突然拍差了 对吧 说当年那个电影 好多身边的人 跟他出主意 他善于吸取别人的意见 可是这个人火了之后呢 他不会向别人表示感谢的 不会提的 对吧 但是实际上 我跟你讲 这是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呢 作为他 你提一提人家 感谢人家 都是老师嘛 三人行 必有我师嘛 对你没有损害 但是另一方面 对于那些人来说 如果自己能够对别人有点用处 不也是挺好的一件事 所以我觉得两头都有个认识 我为什么说这个 我最近想起季献林 老先生 所以你讲论语 我觉得现在社会 特别需要搞清明与实 你比如说大师 这大师现在都成反话了 怎么这谁都叫大师 最近季献林在病床上 哎呦 我觉得他病也真可怜 这长这个水泡啊 对 他就说 特别这个92岁高龄 有一天一舔这个上额 发现又俩水泡 他就当天晚上一阵心慌意乱 觉得自己对人生啊 还没有参透 然后呢 是昭告天下 就说三个称号 你们给我免了 三顶帽子 一个叫国学大师 他说 我就是小时候读过这些经典 能背点诗词 后来我有了别的研究方向 是吧 我国学小师吧 你还叫我国学大师 再有一个叫泰斗 他说 什么叫泰 泰山 什么叫斗 北斗 他说我能达到这个泰山北斗 但是你看咱们现在 这时候这个泰斗比比皆是 老先生说 我不要这泰斗 然后第三个呢 老先生说国宝 说中国独有的一种动物大熊猫 对 叫国宝 大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有一位北京市的领导呢 见到我 见面说 国宝 他说我回去就琢磨 他为什么管我叫国宝呢 长得像熊猫 对 他拖了半天 偷来他说 难道说是因为这个中国只有一个叫季宪林的 独一无二 所以叫国宝吗 他说那样的话 张三李四那就13亿国宝呢 所以主要是他他他他学的那些语言呢 他懂的那些有几门语言了 很少人懂 没真的 他的那个学科是非常非常边缘的 不过他现在呢 从边缘变中心了 就像当年呢 郭沫若变成知识分子代表 花罗庚 对不对 苏布钦 他现在变成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代表 有领导人去看他嘛 不过季老就是清醒 他不是 他不会就觉得 我真是全全中国学术的代表 我就想起 其实呢我是觉得哈 就是说季老做人做到这个份上吧 这个境界叫通透 就是他已经把各种的学问的东西啊 打通了 就是他这个人呢 就是学问就跟武功似的哈 带在人身体里面了 已经不需要外在的东西了 就人没有障碍了 他基本上评价学界都是东方不败的视角 你知道 其实呢学界有这样的老人呢 其实还蛮多的 比方说华东士大徐忠玉先生啊 93岁对 但走路极快 说话极清楚 那就当没数典型了 其实也是这样 就这一代的老人 既老很清楚 像他这样的人也是蛮多的 像我们学校去世不久的 启功先生 启先生 启先生就是特别通透 启先生呢 已经就是不较劲 比如说外面出现很多赝品 都是启先生的字哈 启先生出去看见了赝品 说哎呦 他写的比我好 完了呢 我正想问你呢 我就是说 我老觉得你那个笑呵呵的哈 他的心情特别好 对老师很开朗 好像说你跟启先生也有过这一个对话 是 那是我们刚上学小的时候 就是十七八岁 刚上大学哈 看启先生觉得是境界 成天那么乐 启先生没牙的时候挡着说 呵呵我无耻 总是很高兴 然后呢 大夫把牙呢 后来给他做的呢 说你嘴老是瘪的 给他做的很突出哈 然后呢 他就说 大夫您的好意我懂 但是您不能给我做的跟转似的 跟那鸟转似的 他老能找这种方式 然后呢 我记得我曾经问过他几个问题哈 说我们小时候练字 都讲究凤言法 就是这手上说 虎口要能拖一个鸡蛋写字 然后启先生说 学过骑自行车吗 你要是紧紧捏着车把 不是撞电眼杆子 就是撞老头 你拖一鸡蛋还写字吗 然后呢 还问过他说 你说什么时候写的论文 就叫专业性很强 启先生说 回去自本看啊 什么时候写的不像人话了 那就叫专业话了 所以呢 我觉得他什么大道理都这么说 后来有一个问他 我说启先生 你为什么每天都这么乐呀 然后他说 不乐那多冤呢 这句话吧 这是大事的话 这个跟刚才咱们说参禅无道的那个寄语差不多 就你得一辈子你才知道不乐多冤呢 这就咱们共勉吧 徐老师 不乐多冤呢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现在的人就是口称老师 对吧 实际上啊 没人真的感谢老师 就是或者说 街边过的一个人 都有可能是我的老师 我就看 徐老师刚才讲 我想起一句话 有个美国人 写为什么美国人要学习历史 他这个一句话里讲 就说一个人的教育程度 靠什么来衡量啊 就看他对自己无知的程度 是不是心里有数 对 对吧 所以咱这满地大师的满地太陡的 这说明你这个民族教育程度不高啊 是不是这么简 其实啊 我觉得 为什么古人说行不言之教 就是一个人呢 他自己做人的方式 其实比他的学问知识要更重要 你像这个季先生这种大师 大伙都知道那个故事 说北大的新生 趾高强的进去了 然后拿着行李在那 对 说要自个儿找宿舍去 找一老头 说先给我看着 那老头就给他看着 回来了以后才知道这老头就是季献林先生 所以就说 真正的老先生从来不会说 趾高气昂的 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其实这个就很像你说庄子逍遥游里写的 说那大鹏鸟很沉默 趴团扶摇之上九万里 然后要从北敏飞到南敏去 背负青天末之妖恶过去了 底下那个麻雀跟那个纪鸟 俩人在那说 你说那傻东西干嘛去啊 你说咱们在这飞不挺好吗 没有没有了的叨叨它 所以这世界上永远呀 就是麻雀笑话大鹏 没有大鹏笑话麻雀的 知道吗 最近他讲庄子快开播了 我就觉得 真的假的 我觉得他本质上是道家的 你什么都能讲 我跟你讲 我现在就是特别觉得 就是比如李敖很欣赏的 黄庭坚讲的一句话 就说这个人学习的态度 任老师的态度 我观六书啊 这则处处得意 但是以书观我呢 誓卷而茫然 就合上书你傻乎 所以说你去看一个人 你比如说有人说 好比说这个 出口成章的 他就是出口成章 你知道怎么造成的吗 我觉得是童子宫 不 从小化跌的 因为小时候不太说话 高中以后化跌的 他从小背很多这种古代经典 他爸爸是国学的这个大师 崩了20年以后才冒出 崩了15年 这井喷了 当然了 中文字幕就在讲他 这次见到 在别之后 他没有讨论